台东知名的小吃店突然在脸书上写下这段内容 让不少老顾客相当错愕 相当不舍不顾台东下着雨 想碰运气来尝最后一口 但还是扑了空相当失望 带来听一段访问 因为昨天在网络上看到那个消息 因为榕树下我们是台东人从那个安清节就那个 就开始吃了 然后我想说来看一下今天 会不会是最后一天那个结果没有开 这间小吃店位在台东市中华路上开业已经数十年了 最初于路边的榕树下起家是当地著名的小吃 店内的招牌米苔木各式小菜以及香味十足的辣椒 养成不熟死终老顾客 不过歇业消息传出之后 店家今天也赶紧发声明澄清 表示是因为店内长厨的创办人 也就是老板的母亲 今年8月过世 让家人顿失倚靠 加上中元节肉品市场停休 才会暂时休息思考一下未来的经营方向 老板也说9月初就会恢复营业 才让老顾客们松了一口气